欢迎大家收听收听议会内外 我是刘慧卿 今天我的嘉宾是我们立法会的同事 会计界的议员陈茂波先生 Po 多谢你 多谢你邀请我 多谢Po 其实大家知道 我们想请不是一起保安党 你说建制派也好 那些议员上来我节目不是那么容易 我上一次那个应该是林建峰议员 今次很开心请到陈茂波议员 其实找Po上来就有很多意义 但最重要的是Po 就是因为你支持梁振英 Po差不多是最早其中一个立法会议员 出来说他支持梁振英 因为我都不明白其他人是闪闪叔叔 Po还一早说什么呢 那时梁振英又想出又不想出 Po出来说 他说 就算中央决定了 迟早会决定的 不是你 你梁振英都要出来跑 跑到尾 有没有说错 Po 没有说错 我是这么想 为什么你当时这么大胆呢 Po 第一 我真的从来没有听到 中央说已经祝福了哪个 从来没有听到 第二 我觉得 无论哪个都好 如果有心想服务香港 应该要出来的 就算中央说不准 喂 港人治港 某程度上都要尊重我们香港人 你又真是信 你说从来没有听到中央说 这可能是事实 但你相不相信 中央在未来一两个月三个月 是会说的 即是谁他是赞成的 支持的 你觉得他会否这样做 我觉得 由现在去到选举 还有好几个月 我觉得变数还是很多 我觉得无论哪个人 都不敢 这样呢 漠视香港的民意 即是包括胡锦涛 或者习近平 我觉得是 要不然怎么可以 你回答我的问题 我说你觉不觉得 在未来几个月 中央是会 出来握手也好 什麽都好 是会显示得很清楚 我们就是支持这个 你千二个选委 你省定点 会不会这样 我觉得未必 我觉得未必 为何呢 就是 兄姐你知道 他两位 都我们所谓建制派的人 到目前来说 我们大家都觉得 这两个似乎都是他们 可以接受的 然后呢 今年我们就改了个 特首选举的其中一个规矩 就是无论哪个选都好 他最后都要拿超过一半的票数 才可以当选 所以 一千二百个 记住 一千二百个的一半 要多个六百个选委 支持他才能选 即使他两个出来跑 还有泛民的同事 我都希望何俊仁 都要有体面地去跑 这样的时候 我觉得从中央角度 保险系数都很高 怎样为之高 保险系数很高的意思 我觉得我可能错了 但我的判断就是 Albert何俊仁 到最后他无可能得到 超过六百张选委票 何俊仁 六百一定没有 所以一选 假设就是他三位 何俊仁拿多少张 你猜 例如百年二百张 何俊仁 例如第一回合 何俊仁淘汰了 就算了 只剩下他两位 只剩下他两位 两位都可以接受 第一不让他跑 而且我当时之所以 这样说 我们2017年 不说普选特首 到今时今日 有多个一个人出来竞争 就尝试要逼退 或者劝退另一个人 那怎样通 为何你那时会这样说 是否那时你们角度的暗勇 是真的想出来逼退那些人 我觉得 纯粹我个人的感受 和我的观察 未必是对的 我觉得那时有个这样的 有个这样的说法 是想逼退一边的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说那些说话出来 其中一个原因 你知道了 西瓜开大边 有很多人 就未必想这么早表态 一来怕压错住 尤其是商界 富不与观争 他亦都不想得罪第二天 譬如无论哪个 是一个当权的 这样就算 这样的时候 如果一方早点出来 叫了这件事 就会 嚇着其他那些 未表态的人 不要随便表态 所以我想在造势上 可能有些人会有这样的想法 不是 这些有些 你就说暗勇 有些很明显做的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几个月前 工联会 上北京 直接叫他快点说 快点说是谁 就是他觉得很不方便 整天人来问 问到烦了 有些人 就像你所说 他又不想压错 他说你迟早都会说 你不如快点说 他也有这样 对香港不是一件好事 是吗 你说给郑耀堂听 郑耀堂 陈茂波说不是好事 你不要整天走上北京 叫他说是谁 但他真是这样说 兄姐 无论哪个参选都 我们想回上转 上转是梁家杰对 曾蔭权 虽然未投票前 大家心里有数 知道哪个赢 但我觉得通过选举 其实可以逼参选人 将自己的理念 政纲 讲出来 以及做一些信任 我们逼了他 这些都不做 说了他不做 现在个个和他酸仁仗 大家计数 是 你觉得 其实你觉得 有些人说 都是和你那个逻辑 去跑一下去逼他 林瑞伦很早都说 他未归位 政务司司长之前 都经常说 因为我经常说 这是假选举 因为市民没得投票 他说 这是一定有竞争的选举 他年多前已经说了 现在可能是有竞争 但是有些人就会说 喂 其实如果真的要逼得很好的 你民主派不要去 给他两个 斗生死的 你其实觉得 如果像你说的 要在竞争过程 去逼他表态 去有些承担 是两个还是三个 是哪样会好些 即从香港人 维护香港利益的角度 我觉得三个是好的 是吗 为什么呢 因为 其实 譬如何俊仁 虽然未有机会 看他的政綱 他都未输得 就快了 算了区议会 但譬如他的基本价值观 他有一些信念 我想如果大家在议会 他多多些少有些掌握 他那个重点 何俊仁 会推的重点 未必一定是这两个人想推的重点 我想有多一个候选人在 将这些核心价值相关的重点 摆到出来前台 其实对于其他两个都有影响 也造成一个相当大的压力 就不能忽视这些事情 阿波 我真的很高兴你说这件事 你支持梁振英 是 你现在也说是 那些核心价值 你告诉我们的听众观众 梁振英都不是很紧张 我们何俊仁就紧张 梁振英不是很紧张 你觉得他是这样 是不是真的 不是 我不是说他不紧张 坦白说 我未有机会和他做这些仔细的交流 但我觉得从整个大局来说 从整个大局来说 这些人 这些题目 有候选人去推 而这些题目 在我们市民大众里面 大家都这么关注 就没有一个人够胆去漠视 亦都要就着这些不同的议题 要想一想 都要有个立场 有个说法 那我就希望你一 就快点和他交流 和将你的理念 你相信这些都迫他去说 因为他出来公开 他说了很多东西 但说这些东西很少 我其实请了梁振英上来 这个节目 起码三年 或者更多 从来都不肯来 最近有一次来立法会 来我们吃饭 我说CY 你何时来我那里 来我节目 哪里够你说 陈茂波又是跟我说 我也是不够你说的 阿波你回去告诉他 一 你说你一定够我兄姐说 还有你上来 和网民互动 用何这么害怕 你明不明白 为何梁振英 他到处都去说 老实说 一会去煮菜 他什么都去齐 是不来这里 你明不明白 为何他害怕什么 这个我就不知道 你跟我回去睡他 我回去帮你转达 你是不是推荐他应该来这里 坐在那里 大家很斯文 又无人扔东西 又无人讲粗口 他不需要害怕 不如你讲给我们听 你为何支持梁振英 说来话长 长话短说 为何 我又想听长话 你何时认识梁振英 我认识他 我认识他未必认识我 你两个都认识他 不是在电视认识那一只 我知道他应该是80年代初 为何呢 那时有一个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 陈子军 廖瑤珠他们创立的 那时我有加入做会员 我是一个普通会员 但我很多时候去参加他们的活动 他们去大陆讲课 有些参观 我也有去 那时梁振英有去的 有演讲有成的 这样认识的 我说他未必认识我 因为他真的不认识我 我只是参加者 那你何时开始互动呢 你两个 我跟他比较上认识 应该是2000年了 2000年为何呢 因为那时他就筹组专业联盟 十大专业联盟 就以十个专业团体做基础 大律师、律师、测量师、会计师、律师 我代表会计界 可以这样说 那时一起工作 和其他学会的代表 我记得最起初开会的时候 余若薇都在 后来大律师公会换届 应该是梁家杰来 在那里 因为那时主要的目的 觉得内地改革开放 对于香港诸越人士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还有兄姐 你都记得 1997回归之后 98年、99年 都挺差的 这儿的经济环境 与其在这儿自怨自艾 不如冲出去 所以那时 跟着他上大陆 做很多推广活动 譬如去到北京 甚至西部都有去过 在这边 那时努力董生 搞了一个叫专业发展的一个基金 支持专业界的推广活动 在那里开始一起做事 认识更多 为何你觉得梁振英 是这么适合做行政长官 为何他比唐英年好 为何他比叶楼淑宜 好过范徐丽泰 好过何俊仁呢 我觉得这个是对比的 几个人之间 几个人之间对比 我觉得我 譬如唐先生和梁先生 其实两位我都有共事过 为何我考虑之后 我会倾向支持梁振英先生 我觉得第一 我想求变 为何求变呢 大家在议会那么久 当然你是前辈 我是新儿子 做了三年 我觉得 以三年里面 在议会的经历 我觉得我们现在起码面对三大问题 第一就是房屋 虽然邦泰今次施政报告 有些回应 你都同意 回应得很迟 还有它现在还是 那个步伐 其实是放长的 有少少远水不能够近火 那房屋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一个贫穷问题 我觉得我们香港社会 不是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 做多些事情 不过很可能我们 我们现在这届政府 那个价值观和我们有些不同 或者它不觉得那样东西 是那么贴身 那么紧要 我觉得第二个贫穷问题 第三个就是 人口老化带来的退休保障 当然我说的那些 就不是说 一人一 我说的那些退休保障 就不是欧美式 亦都不是我们推的那些 全民退休保障 即未必是那个模特 但我觉得要想 要想和筹划 我会觉得 如果现届政府的官员 继续下去 有多少萧规循循 很难期望有什么大改变 我就期望有些改变 梁振英当然不是主要官员 不是文责官员 但他是行政会议的召集人 由董珊当时到现在 他是现时政府很重要的要员 当然你说唐英年更加重要 但梁振英是很有责任的 如果我们在今天的困境 无论老人也好房屋也好 那你怎样去告诉我们的观众听众听 你找梁振英就有一个新的景象 好像他和过去这十几年无关 你看得很凶 其实最好就是他坐在那里答你 你现在是梁振英的发生 我们多谢 绝对不是 你怎样解释给公众听 当然我不可以代他解释 你自己觉得怎样可以解释到 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 始终行政会议是一个咨询架构 咨询架构里面 我们朋友之中 有些在政府不同的咨询组织都知道 意见照说 最后是否接受 行政机关自己的着情权很大 第二就是咨询架构你怎样用 怎样运作呢 那个影响都很大 我不在咨询架构里面 当然我不可以代表他们说 亦都缺乏第一身的经验 但我有时听不同行政会议的朋友说起 其实现在的咨询架构组织 或者是行政会议的咨询架构的使用 跟特首的作风很有关系 亦都跟以前英智时代的运作有所不同 另一方面我觉得 如果他说得出他的理念 我们香港人大家都是醒目的人 我们都会鞭策都会独从 我就会觉得相比之下 没有人敢写包单 但我就会选择放这边给我们一个机会 你觉得梁振英是否有个需要 因为你不是他 和你亦都未坐在行政会议 或者你下一次会坐的 因为有些人说 他就是做局长 或者做市长 所以你记住 那些全部摆笑 你觉得他是不是有个需要 出来跟公众交代 他这十几年在行政会议 当然有些东西保密 当然不可以披露 但你是扮演了个什么角色 你现在又说这套东西 好似这套东西 和政府现在做的那套 就不是很合选的 那你是怎样呢 是不是铺铺都反了桌 很多东西你都反对 不过反对无效 你又好像死狗 走出去又照样支持 你觉得他是不是有个需要 不单止他 唐英年更加需要 因为他做到思想局长 但是是不是应该解释给公众 其实我有些东西 我多年来我的信念 其实跟他不是很同的 他又这样做 我都动他不了 是不是应该说清楚 我觉得大家有个这样的期望 也很合理 如果不是老实说 你又说好天花龙鳳 第二天给你做 你又是天花龙鳳 原来做到完全 就是你言和行 大家要比较希望是一致的 你现在说这么多东西 好像跟政府那些行为不同 但是你又没有辞职 你又一路坐在里面 有些人还好笑 说他又吃又滴 你知道保呆也是 又说他抽水 你也听到 那次抽到不得了 真的不太好 是不是有些东西要交代一下 我觉得大家有这样的质疑 有这样的期望都很合理 你回去表达一下 另外有些东西 梁振英又没有什么要说 那些记者我也批评过他们 我们有两个记者坐在里面 记者要问他们才可以 你不能弄他出来 他喜欢说什么 你便让他说 喂 那些核心价值 六四 普选 二十三条 没什么怎么说 说起六四 大家一定要记得 陈茂波议员 在每一年六四 立法会的辩论 你都有发言 稍后你可以说清楚 他不单有发言 虽然他是投气拳票 你稍后可以说 有些记者跟我说 他说Paul 说起的时候眼睛濕濕 他说 我都看不到 那时候的会议历布 现在这么大 现在一定看不到 他说我们很流心 建制派发言 因为建制派没有什么人发言 你知道六四 你先说一下你自己 怎样看六四 不用眼睛濕 你眼睛濕看得到 我怎样看六四 我记得那个议案就是 无忘六四 平反六四 为何我投气拳票 就是无忘六四 我觉得是对的 一定不可以忘记这回事 甚至那年 张文刚有一个修正案 说将六四写入教科书 我是投了赞成票 因为我觉得 是做人也好 尤其是一个民族 要有勇气去面对历史 我记得那时我发言的时候 因为那篇稿我自己写的 我自己写的 那时是1989年 当六四之前那晚 其实我坐在电视机前面 跟我太太在一起 那时我太太有了BB 我还跟她说 真是很想买张机票 就飞去北京支持学生 不想不到发生这件悲剧 所以这件事的发生 以及跟着下来 有时看回报导 看回内地那时的一些报导 真的觉得有些睁大眼说大话 所以我觉得我们从中国人的角度 是不可以忘记六四这件事 这是一个历史我们必须面对 必须要承认 我还在发言里面有提到 我有一年去德国 其实是商务上去的 我德国的会计师和我开完会之后 第二天带我去玩 你猜她去大外边呢 带了我去德国集中营 那时在那里杀了很多犹太人 我印象很深 我觉得一个民族有勇气去面对历史 面对自己的错误 从而在那里有所学习 再向前行 很值得尊敬 为什么平反六四那里 我投了棄权票 我觉得事后那件事的发展 我们看回到今天有很多事情 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我相信当时在北京的政圈里面 是有一些政治的斗争 那些斗争令到大家 重重加码错判了形势 发生这件惨剧 而派系的斗争可能走到今天 我们都未完全清楚 而她对今天当政那班人 有什么影响 他们里面有什么考虑 都未完全知道 所以我觉得 我在发言那里有提过 我觉得值得立个悲 去纪念这件事 但是平反这件事 留下历史去处理 留下历史去处理的意思是 时间一路过去 当某一代的人一路走的时候 这个就会得到一个正确一点的评价 尤其是 你不调查怎么会正确评价呢 我不是说不调查的 而是我觉得现在和以前不同 以前我们讲的以前旧中国历史 这代人写上一代人的历史 很多时歌功众德 未必客观 但现在社会国际上 那么透明 资料那么齐 不容易 第二天无论哪个社都不容易 去说谎 所以我会给点时间 你觉得梁振英是否应该 或者任何一个所谓候选人 都应该要出来面对六四的事 是吗 是 梁振英现在都好像没有什么 你跟他说 你会不会叫他都要出来交代一下 我觉得正如你所说 我认为无论哪个特首候选人 我们作为香港市民 其实六四这件事 除了是一个历史事实 都牽动我们每个人的心 这个除了理性 还有感情上的一个处理是重要的 另外一样牽动香港人的心 就是《基本法》23条立法 我不知道03年7月1日 你在否在香港 还有你有没有去游行 因为当时游行 后来我听回 他说 哇 很多是很有钱的人都有去 很多那些大的 会计师楼也好 律师楼也好 那些合伙人 傅老葵也有去的 你当年在哪里 我当年就不在香港 我没有去到游行 不过你说得对的 说得对就是我身边的朋友 身边的朋友 有些在大企业里面 都做得比较高级 当然也有很多 像我那样中产的人 其实无论他是中产 还是有钱人 还是大企业的行政人员 当时对于23条立法 其实是很担心的 也提出了很多 原本的法案里面 一些不完善的地方 所以那是一个 跨阶层的关注 我记得那时 我还在会计师公会 在会计师公会里面 我们从来未试过 有一个议题 有那么多会员 写进来 关注这件事 结果会计师公会 那时就与李嘉祥先生 因为李嘉祥先生 代表我们会计界 李嘉祥先生 透过会计师公会的 data base 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全民调查 没试过的 这么短时间里面 几千个回覆 有多少反对 百分之多少 我不记得八十几还是九十几 这么厉害吗 很厉害 所以下一次 李嘉祥不敢出来算 不敢这样说 这么厉害 所以真的很厉害 由那件事 我想是 譬如我们就算 那时我都不是一个 很关心政治事件的人 但都觉得很厉害 因为我在这个节目 我都讲过 不如又讲多次给你听 就是在游行之后几个月 你知道游行的结果就是 自由党又退退 政府没得搞 几个月之后 我就跟一个建制派的议员谈 说起 他又问我 他说车游行 咦?我车你也有游行吗? 我没有游行 他说那晚 我们去吃饭 在九龙吃饭 在九龙吃饭 他们当然是中产以上的人 去那些餐厅 都是他们的阶层的人 他说我们走进去 整间都是黑色的 因为那天大部分游行都是穿黑色的 游完行不是去吃饭 香港人不是每个游完行都跟警察打架 虽然现在有些喜欢 但当时游完就去 我相信因为他自己不去 他看到他自己 像你所说 朋友个个都去 反弹很大 现在这么多年后 你觉得 因为有些人说 你没有普选 为什么你没有普选 就是因为你二十三条未立法 那我们就说 二十三条要立法 普选之后 普选行政长官 普选立法会 全国政府普选 就去处理 你自己觉得 你是不是好像范太 范太说 二十三条不是洪水猛兽 一急然被人骂到飞天 你自己怎么看 我认为二十三条立法 我认为二十三条立法 没有迫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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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们的社会 你说有贫穷问题 引致的矛盾也好 有政制发展的步伐 大家认为 也有相当大部分的朋友 认为不是很顺利 也很慢 不是很顺利 我觉得我们处理这些问题 那个优先 远远会高过二十三条 所以在这几年 甚至在未来行政长官那一届 你觉得是否需要立法 我觉得不是急事 没有急事 希望看看梁振英怎样说 老实说梁振英就这些 有没有说过 你知不知梁振英有没有说过 二十三条 你不知道 我不知 不过我觉得我们社会 集中精神搞好我们自己 少些制造自己内部矛盾 你说制造内部矛盾 你在议会这几年都知道 其中一个很重要矛盾 就是普選 说完就扯了火 我们民主党去年支持了 走前一小步 有些人不赞成 但我相信很多市民很赞成 不知你记不记得那天 我想我是第一个非泛民的议员 发言的时候 是对民主党表示赞赏的 我充心的 多谢你 我充心的 因为我觉得走那一步不容易 当然不容易 但是我们走 或者我走 也不是因为它不容易 而是因为原则上 我觉得值得走 甚至老实说 因为我们要的就是说 你五个功能组别的 是区议员才可以提名 区议员才可以参选 但是就全香港投票 是 因为当初他就说 区议员包办了 我们当然不肯 是不是 你四百多人选六个 现在已经选一个 叶博谦 你来时选六个 我们不肯 我们就说你给市民投 没错 我觉得如果这个方案 早五年 我相信都会通过 但是当时是没有这个讨论 当时都要给区议员 那大家反对他 所以我们是觉得 走前一小步 明年老实说 都不知道搞成怎样 不知道谁会参选 但是老婆 你知道我们是担心 17年的选举 就算是一人一票选行政长官 都不是普选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个提名委员会 有些人就说 现在那个选举委员会 突然转身就做提名委员会 我们就担心 这个提名委员会 那个提名的门楼 是会多高 就令到一些北京 和那些大财团 是不赞成那些人 提不到明的 到时就死定了 梁振英也好 唐英年又出来玩多一次 那些好像你说 是北京接受的 那你就去选 给你普选 其他那些 何俊仁 陈俊仁 张俊仁 全部都可以选 那怎会是普选 多谢你提醒我 我会留意这点 你没想过 你真的不是 我们说了很久了 我有听说过 你是一个公道的人 阿波 你觉得如果真是 选几个他那些 那又说一人一票选 是否普选 很难令香港人服气 那再退一步 就是选完行政长官 之后就普选立法会 大家以为 阿波 我相信到时你都不会 我选功能组别 但是在北京 和现在你知道 我们立法会里面 有些同事都说 不是啊 功能组别 可以在普选之下存在 那你说恐不恐怖呢 你说怎样搞呢 不过你明天做功能组别 你怎样变身 做功能组别普选议员 我说了 达到普选的时候 取消功能组别 你是贊成的 是吧 其实在议会里面 我发过两三次 都是这样的 都强调了这个立法 但是你是听过 有些同事说 有 他是很希望找个方法 包括林瑞伦 他不是我们同事 他是政府官员 都是说 调教一下 功能组别 是可以符合普选的 这里中间 大家还要有一轮 还要有一轮 不是磨合 就是还要有一轮 大家谈 大家去谈 有很久 我看有很久 有很久 不过你自己会觉得 普选就是普选 就不是高能组别 是吧 因为梁美芬 就是鼠王分之流 他就建议一人三十多票 就是你那个会计界 又全香港去投 银行又全香港去投 你觉得是否可行 我觉得不是很可行 为什么呢 因为你选举的时候 你怎么可以要求一个选民 同一时间认识三十多个 去投票 三十多个位 每个位可能有好几个人 一百几个人 会认识 为了选票 好像一本电话宝 而且你也无可能认识 你现在只认识李国宝 当时李国宝也不会选 你银行 你用四五个银行界 一个姓张 一个姓陈 一个姓王 我会觉得很乱 对了 不会很乱 阿庞我希望你去劝一下 你五省人也好 劝一下其他人 要不就有 普选就无功能做别了 可以不可以 你去说服他们 不容易 因为我们五个人 你知道我们不绑 五省人 我先数一数五省人 陈茂波 陈健波 陈健波上过我节目了 就梁家流 还有一个叫谭伟豪 还有一个叫林大辉 林大辉就说帮唐英年 其他有几个不知帮谁 那你五省人现在是什么状态 都是很散的 跟以往没什么分别 都是很散的 有没有吃早餐 吃晚餐 吃宵夜 很久没吃过 因为大家忙 你怎为知五省人 我真不明白 除了大家坐在一起 如果有重要议题 要夹一夹就要 那梁振英是否重要议题 就着这个议题 大家未讨论过 为何不讨论 如果你是帮梁振英 为何你不判了那四票 你是真帮他还是假帮他 阿辉你也不想不到 其他那三个有没有搞 阿波 我想一路看下去 因为他三个有票 他昨天都是票 其实阿波 我真的不太明白你 你上来我真的好多谢你 你又摆明居马支持梁振英 你是帮他 你就要跟他拉票 你又好像未跟他坐下 去谈一些事情 你又支持他 你又不在议会拉票 你实在是什么心态 我跟他有谈过 他大约的理念我都会知道 但未必深入和全面到 刚才你提的事实 我最重要的那些 麻烦你快点跟他提 另外一方面 我们五省人大家都会交换意见 早前报章也有报导 陈建坡 他不肯 陈建坡好像支持唐先生 是吗 我记得我在报导 他已经说他支持唐先生 另外两位未定 梁家楼和谭惠豪 阿辉当然支持唐先生 你还有些空间 我跟大辉哥说 大家可能各自支持不同的人 不过在议会工作 在我们五兄弟里面 五省人里面 就不会相感情的 你五省人 为什么要五省人 你不同意 大家应该去凝聚力量吗 那时候我听到 林建峰搞新的邀请你 你还说 不是很对 那些理念 可能你跟新闻党相对 是什么 有时你常说些说话 大家听到 咦 他真是这样说 所以你今天上来 真是好 你亲口说给我们 一 林建峰邀请你 你说不对 那些理念 林建峰最近组合 公商专业那十几位 他没有邀请我 没有吗 不过很早 初入议会的时候 那时候邀请你 那时候邀请你 但你觉得信念不同 我觉得 譬如我们大家在议会三年 你可能都会观察到 虽然我来自工商专业界 其实我 除了工商专业的背景之外 我觉得我比较关心基层的 所以我一进来 议会 福利事务委员会 一直参加到现在 福利事务和会计界 其实比较遥远 但我很希望 我很希望专业界和工商界 都比较了解我们自己 社会里面一些比较基层的东西 我希望多了解 有些桥梁作用 甚至 卿姐不知你记不记得 跨区交通津贴 政府拿出来的方案 我们大家哗然 我想当时我们第一个 除了泛民的朋友 和劳工界的朋友 跳出来说张建宗不对 接着我们多拉两票 便摘倒了他们 所以在这方面 我相信我和经济动力 或者自由党的取态 会有所不同 但你又不想和一些 关心基层的政党 全体 大家又格格不合 不合 不是 而是 譬如工会 甚至 李祥人他们 冯劍基 你现在搞工党 有没有找你 我们大家都很好谈 我想就着某些议题 有合作 完全有合作帮手的空间 但太过 另一方面 如果我们太过民粹 我不敢说工党太过民粹 他的东西都没拿出来 不过我从自己工作思想 思考到 我要关心 我要知道 要帮手 但另一方面 不能一面倒 所以我还在摸索 你信不信政党政治 初初入议会的时候不信 现在呢 现在发觉单打独斗 做事很难 做事真的很难 想要推动一些东西很难 甚至说它逐一点 政府可以当你透明 你不散人都不会透明 你五个都很大 有些党都只有五个 少个 他不会当你透明 所以集合力量是有好处的 你都支持政党 应该要去发展 我想走下去要 这步走不开 你同不同意我们本地法例 是说行政长官是不可以属于政党 我觉得我们随着政制发展的改革 我会倾向行政长官有政党 否则很难做事 你看煲太 很难做事 虽然他当你们是他的联盟 我不知道他当什么 但有时你们又反了桌 他又很惨 又要去西环 叫西环打电话给你们 是否很烦 你觉得 我觉得行政长官完全没有政党支持 在现在我们的宪制组织里面很难做事 因为我们虽然说我们没有权提提 我们是批的 你预算案 我们有很大的否决 对 你的所有其他政策 你的法案 全部都是我们批的 如果行政长官都没有 心里面都没有 那些盟友 大家都指着骂 他有时官很害怕 他一走进来 嘩 全部都是反对派 他黑到面都青 他不是只怕我 他怕你们高过都会骂他 你怎么做官 人家去到国会议会 有执政党有反对党 你没理由进来 有些人真是又吃又吃 骂完一大轮 然后又说先给些东西 真是很离谱 他有另一个面孔 我们觉得这个政治形势 怎会搞到这样 你壁里分明 你是执政党 你就执政党 荣辱与共 你搞得好的 下一场选举包你赢 不是你就抱着一起输 到处都是这样 奥巴马明年分分钟不行 他的经济一直衰 为何我们搞到这样 老实说很多保皇党很恨布泰 我不知道你是否 很多人很恨他 但到最后有时候被逼人投给他 有时候都不投 就是中联办要出手 你都没听过 你说我们那个是否很畸形的政治局面 这是当年设计的时候 可能都没有想到有这样的警方 他设计没有不准行政长官和议会的人合作 基本法都没有说行政长官不准是政党的 是我们自己无端端走去搞的 你说梁振英 应不应该和立法会的政党合作 有没有哪个政党是可以和梁振英合作的 除了北京吹鸡之外 你合作是什么意思呢? 喂 大家一起制定政策 是这样的 不是说吃餐饭 真是推心自腹 我有些老人政策 我有些无障碍通道政策 我有些工商界的政策 我们大家一起去谈 听了你的意见我收定了 我拿出来 这个就是大家一起的建议 我们站在这一字排开 我们就是了 我在议会有三十几票 我拿出来 就是这样 那些人不会骂你 因为他有份谈 为什么不行? 现在政府没有做的 政府有没有和你们这样谈 是否很荒谬 你说梁振英也好 哪个新一届 是否应该有一个新的做法呢? 就算他不和六十个议员谈 六十个最好 是否应该同一堆荣辱与共 我觉得他现在以我们的体制 就应该越多和不同的政党 事先在政策酝酿过程里面 大家谈得透切一点 我觉得一定有好处 梁振英是否这类人? 我觉得他会做 你会做? 我希望你对了 因为最近不是最近 我留意到你好像在传媒说过 你说梁振英是一个候选人 是够胆拿一张名单去北京的 那张名单是有非… 非建制的人 是否你说过这句话? 是 你见过那张名单吗? 没见过 那你说什么? 你说清楚你说什么? 这是基于我对他人的认识 我觉得他有这样的吉士 有这样的需要 但就未见到 也不知他会否做 即是你觉得他会做 是 我觉得如果有需要他有这样的吉士 有没有这样的需要? 有 你猜北京会怎样想? 因为上一次曾荫权的时候 都是听闻 因为每次这些事都出来 酝酿点、包容点、给别人 可能当时我听到曾荫权是有的 我也是听闻 但是本地保皇党是反对 因为他觉得 为什么要侵略玩? 所以曾荫权听得太入耳 立即出来 我们要亲疏有变 故事就是这样的 我最近看报纸 有些报纸就说 看报纸而已 报纸的事你不要相信 大家只能叹笑 你说泛民的朋友 不会加入 无论哪个做行政长官 早去那班 班底也好 泛民的朋友 不会加入政治问责团队 你觉得如何? 为什么不加入呢? 我们没有办法代表他们 我们只是代表民主党 民主党觉得 如果我们是透过选举 去产生政府 而大家好像英国 最近或去年 或什么 在这些时间过得这么快 它不够票 它要组成联合政府 大家一起去谈 这个我自己觉得 民主党应该不会抗拒 但是如果不是 整个小圈子 嘟嘟这么多 就选了行政长官出来 北京就委任了他 喂 喂 刘慧卿呀 何俊仁呀 你来吧 我跟你做 喂大哥 我怎么跟我的选民交代 你明不明白 阿波 就是这样 即是如果选出来 大家一起合处 谈来做个联合政府 大家可以说好 但是不是 我便选出来了 我是小圈子 我又欣点你 我又欣点你 又你 我们怎样交代 不可以 你退一步想想 今日的政治现实 我们未去到你说的那一步 即我们今日的政治现实 不是普选 不是普选 就变了 即刚才你说的前提就缺乏了 如果前提缺乏了 你们不愿意加入去 其实始终新的政府 无论哪个都好 都会有盲点 都会有一些很重要的 你们那方面的看法 或者一些做法 一些构思 他们没有 老实说 你想听我们的构思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不是在桌下 说我们的构思 我们是在街上说的 甚至他搞财政预算 私政报告都叫我们去说 所以这个不是问题 我们不需要一定要入国 才说我们的构思 但是呢 就算你没有民主 现在我只是代表民主党 其他泛民 我不知道他们怎样 或者他们会 肯加入 就算你真的没有 你自己和自己建制派 组成了这个 已经是走前一步 很重要的一步 即是说我们是有执政党的 是有执政联盟的 但是如果你想听其他泛民的意见 没问题的 大把机构政府 几百个咨询委员会 你就找他进去 我们现在又坐 我自己都坐方便营商的 咨询委员会 那是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是这样 前几个进去 即是象征式 就以为我听了意见 其实我觉得不是那么有效 而且我估计他们也不会做 不过除了民主党以外 我相信有很多人是愿意做 但是我明白 有一个困难 对我们来说 一个死穴 因为我们是没有执政的经验 到你真是普选的时候 你走出来 我又有个团队要选 你又有个团队要选 那市民就说 喂 你什么时候执政 有些你们说 做过司长局长 各样 我们什么都没做过 我们是吃虧的 即市民都想看下你去执政 所以政府就很阴毒 就算你不让我们执政 其实你有些权 有些责 你可以给议员 他都不让我们的 他是很离谱的 他就是要斩断你那里 令到你给市民看 你是没有这个经验 所以你是没有资格去执政 我是明白 这是一个困局 但是我们又要解分 我当初跟你说的 就是怎样去理讯整件事 就是看下那个政治气候是怎样 不过我觉得无论我们民主党怎么想 但是政制是要走前的 所以我都很希望 明天政府是会 真是和立法会 多少数的议员 荣辱与共 是组成一个执政联盟 给一些角色去扮演 有些可能他去做局长 做司长 有些就是在做议员 有个很紧密的合作关系 就是有些党 是很多人的 他就分一些人去做问责局长 其他就是做议员 那就可以大家是将整套东西 贯彻入到政府那里 下来议会又够人支持 这个基本法没有不允许的 中联办不允许吗 你觉得 不是我完全没有掌握那方面的资讯 就是我们要走那条路 现在怎么办呢 行政长官和大家都没有关系 好像我们在议会和行政当局 是两套人 两套人完全不单止不拉肩 差不多他来到我们 主要就是看看有些什么不妥 是呀 等一下你好像挑剔他 是吧 喂 我们也是 你们也是 是 我去三月多的时候 去了英国上堂 是是是 那个国会那个 是 他第一 劈头第一句 做议员的责任是什么呢 我用回他的字眼 holding the government to account 就是要政府问责 我们不是来歌功仲德 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来监察他 看看他出来的东西 对不对 不对就要说 那为什么有些人会叫你们做保皇党呢 如果是这样 是你们叫的 你觉不觉得你们是有时候 建制派啦 是给了市民的印象 你们是和他们护航啊 不过我都希望 兄姐你说一句公道说话 其实笼统叫建制派 其实个刚环都很不同 我会觉得无论怎样都好 我作为会计界代表 你哥哥他们都是做会计师 我两个哥哥都是会计师 对于我们做会计的人来说 有几件事很基本 亦都很重视 第一是那个独立性 这个亦都是为什么 最初入议会的时候 完全不想政团加入什么 第二就是处事要公道 公道和客观 那我就会觉得 憑良心地去做 最后的结果点 留给大家去评论 但是有时候 好像有些票 政府夹得很辛苦 你知不知有些争议性的票 要投那一天 很多狗仔队在立法会 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 跟你说过 真的有时觉得很怪 每个人都拿大人身份证 一个堂堂政治者 一个人 何必要有这么多人 盯着 你知不知他们 发挥什么功能 我也有很多个 而且那班人的 人工高过你和我的 我和你的人工低 他做什么 他做什么 他坐在门口 拿着东西摄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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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过去又看你 他有没有人追过你 他有没有人追过你 他有没有问过你去哪 很少不过试过 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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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很少出去 为什么人家会问你去哪 我们是什么议会 据我当时的了解 他怕我们出去 如果投票的时候 回不前来 为什么你们会被他们那么害怕 他过滤 我很稳定 我答应了是 又不是 又不是 所以 只是那些狗仔队 已经说出很多 关于我们议会 尤其是你们和当局的关系 是不是若职若离 要是若什么 我也不明白你们 真的很有趣 第一 大家 就算我们笼统 叫非法民议员 建制派 大家的价值观未必完全一样 自己面对的选民团也不一样 所以不可以概括而论 我们民主派 好几年年每星期五都开会 我们叫范职会 这样大家去谈讯一些事情 我们现在要二十个议员 我去年听到你们又说想开 其实是好的 如果大家坐起来 有很多осьah 但后来便说 replenish 因为大家都是不高不低 為何要聽李濤耀祖說 是嗎 Paul 現在有吃飯 多久一次 大概一個月左右 還要中聯辦主持 沒有 一個月一轉 一個月一轉有用嗎 我們一個禮拜一次都過不 議會很多事發生 他們會否過別緊密些 我不知道 我所有參加的就是一個月一次 不過又不是每次去到的 即是吃飯聊天聊天 交換一下意見 各位 今天你見到陳茂波議員 他很可愛 他都很坦白的 他講了很多梁振英那些事 我們看下將來對不對現 也都看下陳茂波議員 到時是怎樣告訴大家 他為何還是支持梁振英 今天我們多謝了陳議員 謝謝你 謝謝 拜拜 你好 歧音 謝謝